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同学 你放完蒙吗 你呢? 世界學生日,源於1939年的11月17日 德國軍隊入侵捷克斯洛伐克 當地有很多大學生和老師在布拉格示威 德國軍隊出手制壓這次遊行事件 最後導致布拉格大學兩位教授和九位學生不憑喪生 在三年後,即是1942年11月17日 世界各地很多學生聚集在華盛中哀悼這件事 之後的每年11月17日 就定名為世界國際學生日 同學 早安,Miss 假設AB,滿足AB加一 可以整除A的二次方加B的二次方 證明A的二次方加B的二次方除以AB加一 有沒有同學回答? 你答 李老闆 我們不應該放在老師的遊威之下 我們一起起來抗議去! 世界學生人是象徵和平,追求民主和自由和進步的 世界各地的學生每年在這個節日聯絡的不僅是感情 而是呼籲大家民主和反對戰爭 大家跟我一起反抗! 反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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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帶書? 那你有沒有帶過腦子啊? 出去附企 同學學習很認真啊 是啊,Miss 但要看伊斯蘭國的嗎? 學了一些不同的東西 附企啊,你也去附企啊 好! 同學收拾了些什麼? 抬下口罩 抬下口罩 出去佛企 放下食物 好 落堂啊 好喜歡落堂啊 除了你,其他可以落堂啊 他們全都被你罰了 那你出去一起罰吧 去罰企啊 出去罰企啊 雖然學生的時候 就很希望快點長大 不需要學生黑念 又不需要上學 但是想回頭 都是做學生的幸福 大家都是想了解 世界學生節 背後原因的同時 都是大家想回憶一下 我們的學生美好時光 嘩,這次可以科學了 發現了,可不可以 我可以正在佛企 直一點 直一點 直一點高一點 不要放下 再高一點 好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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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打死他嗎? 其實世界大學生 有兩名學生和九位學生 兩名學生嗎? 世界學生是源於1937年 同一時間有很多學生和大學生 最後布拉格大學有兩名學生 兩名教授啊